三体电视剧定档了 本月15号开播 这次我们将拥有一个完整而精彩的三体故事吗 虽然前面被三体动画伤的是有点深 但这次看到定档海报和预告 预感成品效果应该不错呢 为啥这么说呢 首先是这个预告海报里面其实有玄机 海报分成了明晰的左右两边 可以明显看到的是 在海报左边应该是英文杰年轻时代的人物及故事 所以说啊 前面的遗憾咱们这次可以找不回来了 三体世界的生存环境 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 所以寻找新的下缘是最好的选择 这次的三体辨试剧应该是有头有尾有来龙去脉了 再看了下预告个人表示很爽 当时看原著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语句 这次预告呢也都安排上了 该有的大场面呢 也是一点都没有含糊 当然了还有一众戏骨的加入 还真有点让小说人物复原了的感觉 全人们为了这个事业 都将付出了十五千里的巨大牺牲 三体虐我千百遍 我带三体如初恋 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